吴先生这辆东风启程第60是2018年买的 现在停在杭州林平望梅路上一家修理厂 吴先生说那位朋友是四川老乡 2021年11月中旬 对方向他借车 三天后打来了电话 吴先生说事故当天他朋友没有报警 事后做保险已经来不及了 十天后车子修好了 他去取车 但修理厂老板不肯让他开走 就是因为我那朋友没付钱 一跟他打电话 他就说过两天 或者说是你跟你说假个月十号 或者说月底 一直都是这几个时间的徘徊 每次打电话他都是这样说的 然后嘛我就是一相信 二相信三相信四相信 七八九十次都相信他 但是相信他一年零六个月 车还在这里放的 他就是他没钱 人家跌跌路边 他砰上去了 整个车子车头 直接撞到墙上去了 你轻巧呢 欠你多少钱去里 一万一万六 一毛都没给我 两辆车撞掉了 一开走一辆了 然后这辆是不是给我钱了 不然我找去去拿呀 修理厂老板表示 事故双方的车子 受损情况差不多 当时吴先生的朋友说 手头紧 提出把自己开来的这辆车 压在这里 被撞的车子修好后先开走 他同意了 吴先生表示 今年二月份他报了警 朋友承诺三天内付维修费 结果到现在都还没有付 报警过后呢 一直到现在 他就是信息不回 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了 从吴先生的微信聊天记录看 二月十七号之后 对方就没有回过信息 记得提出 现场打微信语音试试 拖了那么久 没有处理啊 没钱 要多久 你两个月之前 你就拖了三天过后 就跟我想办法处理好 稍微等一下下午去 下午几天吗 下午去 跟三点钟 对方很快结束了通话 就是说 他在下午两三点钟左右 会把这个事情 他去抽钱 会把这个事情给我处理掉 他就是这个意思 一年半的时间 我都等了 我愿意等他这几个小时 不行的话 我只有在报警的 后来吴先生反馈 对方让他再等等 当天肯定支付修理费 他打算再相信对方一次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进播出前 吴先生反馈 他朋友还是没有出面 结算那笔维修费 他很失望 他就会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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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有点赞